我現在很瘋狂 幫我拍張照 因為5N2Flip 終於真是要來馬來西亞買了 各位今天我們要開箱的手機 就是我的夢中情機 中國12月發布的時候 我就已經看中它了 就是這一台 小折疊OPPO 5N2Flip 這個興奮不會只有我唷 你們也有 因為5N2Flip 終於真是要來馬來西亞買了 好 價錢你們自己看Caption 我們現在直接來看開箱 太快樂了 哇 是紫色的 好美耶 哇 這個紫色好美 這個以後是我用的了 這個紫感覺跟我平時的穿搭 都可以mash到那種非常擺搭 它的紫不是那種很neon很螢光色的 就是很溫柔很夢幻的感覺有沒有 我覺得我現在很夢幻 幫我拍張照 這個紫色 Ti-amination會進入兩個顏色 一個黑色一個紫色 但是你們不要想聽解的 這種這麼fancy的手機 當然是要配很fancy的紫色 女生買紫色 男生的話 紫色 它裡面有附送一個透明手機殼 沒有看錯 那是兩半 In case你們不懂 我現在馬上逗給你們看 它就好像平時我們 穿衣服這樣啊 這件是衣服 都上去 這件是褲子 都上去 搞定 機身給光線照到是有一點反光的 狀況有特別到波浪 你看到嗎 很精緻的 然後機身封尾上下 下面是OPPO和HSEN BLOOD的聯名LOGO 上面就是一個對我來講很大高的3.26寸外屏 我今天就是從這個外屏來的 後面我會慢慢解釋給你們聽到什麼功能 旁邊是一個主鏡頭一個廣角鏡頭 打開單Screen是6.8寸 你關起來小Screen是3.26寸 單Screen用的是Samsung 16材質 2520x1080分辨率 120刷新率 1600nit的亮度 整個手機是巴掌塞身的 一手是可以包得住 OK 接下來折痕這件事 折疊機最care的就是 折痕喔 老實講啦 這一台是我看過這麼多折疊機 有史以來折痕 最前的那一台喔 真的 甚至可以說肉眼是看不到的 我側面看正面看底部看都看不到 摸也摸不出來這個有一點好 但是也是有可能是我用不太久 因為從我拿到第一天到今天 它的折痕有在慢慢加深一點一點 可能我過後用久一點 它就會越來越深也說不定 然後我發現一個小缺點 就是它只可以旋停的90度或以下 超過90度喔 它會直接很不給面子這樣攀下來 看到嗎 攀了咯 這麼大事好事壞 對我來講 趕仔仔 一 首先是美觀度 你換個wall paper 你一看下去 整個就是很可愛 很精緻的一個玩具來的 你不會覺得它是一台手機 它反而是一個大筆的accessories 我這個Cellermode color photo 是我自己google找的啦 你們要換什麼 你們可以自己找 反正就是你們可以找一些 比較2000年代的cartoon 放下去就會很有feel 它裡面本身也是有動物的cover photo系列 比如貓啊狗啊兔子啊小鳥之類的 它換鳥是會動 早上晚上又有不同的形態的喔 第二點 女生拍照看的畫面變大了 終於可以看清楚後製拍照的自己了 它畫面大啊 你雖然手拿圓都可以看到很清楚 那如果是男生幫忙拍照的話 女生也是可以透過外屏看到自己 然後你才開始擺post喔 90度的話就可以像腳架這樣放在桌子上拍照 或者是你打橫一拿 就好像拿著低微的感覺在錄影 要不 第三實用性 大爆發 因為屏幕是打直的 又比較大 所以你看文字看message手 它就更加符合平時用手機的battern 比如說 你可以直接接電話 但是是speaker的啦 你可以直接回覆message 或者是給Emoji Google Mapways可以靠小箭頭導航 第四完全不用開手機 直接可以在外屏上面用的功能就有這一些啦 像下滑速各種的sharker button喔 像上滑速notification 像左滑速拍照拍影片啊 天氣啊 timer啊 recorder這些日常會用到的功能啦 而且還有一個特別的功能 就是比如說你開了touch and go app 的QR之後 你可以往上 左邊推 就好像把整個顏面screenshot project在外屏了 然後你要給錢 你就可以直接這樣子 給別人scan 那除了touch and go之外 其實很多app都可以的 比如說shopee 但是缺點就是說 它真的只是一個screenshot來爆 你不能從外邊操控它什麼東西 而且有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 我不能直接這邊用 反正我覺得這次5N23的外屏給人一種 我要給全部人都容易上手的那個感覺 它的操作不複雜 但是又可以滿足你熱場所需要做到的動作 能夠在外屏直接處理的 我們就不需要打開裡面去處理了 這個就是大概oppo為什麼要做這麼大屏的目的吧 外界有一些人會給它一個小名叫做美麗小廢物 到底它飛不飛 大家就可以思考一下啦 至於鏡頭上面呢 它就有兩個 一個是50MP的主色 另外一個就是8MP的廣角 而且這個相機還有跟黑色block合作 我是覺得蠻特別 但是同時間又好像不是很特別 因為Find系列都是跟黑色block合作 因為本身呢 是有Marii Seekon X的影像芯片甲值 所以出來的照片 油畫到很不錯了的啦 然後也因為跟黑色block合作嘛 所以也有哈蘇的大絲濾鏡 Video的話支持最高4K30帧 如至1080p就60帧啦 但是如果你直接用外屏的Video 你點進去錄的話 是沒有辦法調節你要打開喔 好了今天的夢中情緒開箱就到這邊了 下一集給你們看你們最想看的 小折疊大對比我們會來對比的就是 登登 Samsung Z Flip 4 記得回來看